根据警用摄影机还原好试夺超市内的枪杀现场 画面上这名离职警察叫做桑切斯 他表示是对方先向他开火 所以他回开一枪杀死了32岁的肯尼斯法郎 一名患有智力障碍的青年 此外他表示自己还受到枪击 头部依然感觉疼痛 虽然桑切斯坚持肯尼斯身上有武器 所以自己才向他开枪 不过警察并没有从肯尼斯身上发现任何武器 同时也没有发现桑切斯受伤 另外好试多内的监控视频只有拍到两人有争吵 却没有更多证据 因此警察局认为监控视频不符合部门拍摄政策 这也让检察官和陪审团最终拒绝对桑切斯提告 警察局表示桑切斯从去年6月起便不再受雇 目前受害家庭已经对桑切斯和科罗那政府提出民事诉讼 东森新闻团队在洛杉矶的综合报道